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孫真鋒 歡迎再次進入人生的世界 今天就讓我們來跟各位聊一聊 勞資關係 還有健康這個議題 那當然首先 我們請各位先來思考 幾個小問題 首先第一個 如果說我們每一個人 都有父母親 我們每一個世界都有天跟地 我們在追求財富的過程裡面 在各位的思考 各位的思維裡面 請問什麼是財富的天 財富的富 那另外誰是財富的母 那這是第一個給各位思考的小問題 那當然還有另外 我們常在思考的一個現象 如果這個世界上少了水 那魚該怎麼辦 如果這個世界上少了魚 那水該怎麼辦 那在勞資的關係裡面 他們究竟站在一個敵對的關係 還站在一個共融合作的關係 所以我們常說在自然科學裡面 鐵一般的事實 一加一會等於二 但是在我們管理的思維裡面 在人資的世界裡面 勞資雙方 他是一加一大於十一 那所以我們不一樣的思維 會帶給我們不一樣的感動 那另外一件事情提到了健康 這一個核心的議題 那就讓我們聯想到 很多時候我們會發現 有好多人好辛苦 他可能在年輕的時候 拚經濟 那努力的去賺錢 那但是呢 會不會有的時候 會讓人家稍微有點感傷 因為對有些朋友來講 他年輕的時候是用生命 去換取財富 那等到年長之後呢 也許身體欠安樂 那這個時候或許就必須要用錢 來換取健康 換取生命了 那所以我們在看待 健康這件事情 也格外的重要 那所以呢 我們今天的單元目標 就很單純 首先第一個 跟各位來分享 所謂的勞資關係的意義 那另外呢 我們都知道 一個人的力量有限 但是如果一群人的力量 他產生出來的效果就會更大一點 所以一群人的力量叫做工會 那並且呢 還有哪一些相關的一些法令規章 是我們必須要瞭解的 那第三要知道 我們在工作的過程裡面 我們都知道 我們的工作是為了證明我們的存在 但是我們要安全的工作 為什麼 因為每一個人都希望 可以到達成功的那一個位階 但是在過程當中 我們都知道安全是走到成功的 唯一條路 那並且也要注重所謂的健康 那員工在工作過程裡面 很多時候我們會發現 肝他本身是一個沒有聲音的器官 那如果我們在拼經濟的時候 我們爆肝 我們不理肝 等到我們年紀大了 肝也不會理我們 那所以呢 我們要注重員工健康的 這個議題 那所以呢 不妨就讓我們從第一個議題 來跟各位瞭解一下 在勞資關係的過程裡面 究竟是水還是魚 那當然有的人可能覺得說 從另外一個思維來看待勞資的關係 就是有的時候呢 嘴唇跟牙齒之間的關係 那究竟是唇齒相依 還是唇亡齒寒 那所以呢 我們只能這麼說 那缺少誰 可能都會覺得怪怪的 各位想想看喔 如果一個組織沒有員工 會發生什麼事情 除非他是全部機器人的世代 那另外如果員工少了組織 會發生什麼事情 那我的能力很好 但是我們沒有發揮的舞臺 那可能就會面臨到失業的問題了 那失業會產生什麼樣的現象呢 我們給各位來思考一個有趣的議題 當然各位可能在很多很多地方 當你都會聽過類似的話題 就是痛苦 我們都希望我們可以活得快樂 活得開心 但是呢 有一項指標叫痛苦指數 那我們就來請教在座各位 在你的認知裡面 你覺得說 那一般我們會強調的民生痛苦指數 是哪兩個指數的相加種呢 那當然有的人可能會覺得說 有很多非常自己不開心的因素 但是我們如果從當中找到兩個 最根本的最基本的 那第一個呢 就是失業率了 那失業率加上通貨膨脹率 就是我們常說的民生痛苦指數 所以各位想想 如果東西都變貴了 就是東西都漲了 就荷包沒有漲 覺得很辛苦 不開心 但是呢 荷包不見了更痛苦 那所以如果沒有了組織 那員工可能就沒有發揮的空間 就會面臨到產生的社會現象 就會更嚴重了 那所以呢 我們來到了 在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創辦人 創始者 他就是佩蒂 那佩蒂呢 他就有提到所謂的稅富 他會創造了財富 那稅富的來源 財富的父親 那其實就是勞動者 那當然財富之母 就是我們的土地 那就是我們的一般的大地 那所以如果沒有了員工 那組織呢 除非就誠如我們今天各位提到的 除非你導入了全自動 你導入了機器人 你不需要勞動力來付出 不然組織其實很難創造真財富的 那所以呢 員工跟組織 請問在你的思維裡面 他屬於什麼樣的關係呢 我們只能這麼說 左手左手的功能 右手右手的功能 雙手攜手合作創造的就是一種共贏的現象 那所以我們來看看 由不同的觀點 再來解析一下 我們的勞資關係 首先第一個站在員工關係的觀點 員工關係的觀點呢 他主要就是要來了解彼此間組織跟員工 我的權利在哪裡 我的義務在哪裡 還有問題應該怎麼來解決 解決的方式解決的渠道 應該是什麼 因為我們常說 我們不怕有問題產生 因為問題的產生 可以讓我們瞭解 經一次長一次之後 那會知道說 怎麼來分析問題 怎麼來面對問題 怎麼來解決問題 那就是等同打疫苗針的效果 那另外第二個呢 就是產業關係的觀點 那產業關係的觀點 他著重在組織管理規範 還有工會 因為很多東西 我們都知道任何東西 要白紙黑字寫下來 那讓彼此間 比較有一個依循的一個管道 那所以其實勞資關係 我們說了這麼多 那當然他強調就是所謂的勞 所謂的資 就是勞動者跟企業組織的部分 他們彼此要建立在一種 雙贏互利的現象 因為如果只有一方面獲利 那一方面被壓榨 我相信這種關係 是沒有辦法長治久安的 那所以要大家一起賺錢 建立彼此間相互依賴的效果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當然就要知道我的權利在哪裡 那我的義務是什麼 那所以勞資雙方 他基本上他們都要依循相關的法規程序 還有規則 那面對了跟工作相關的一些核心議題 比如說我心知酬勞 我的福利 我的相關的一些規範 那這個時候強調的是雙互彼此間的相互交流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會發現不是誰說的善 那也要知道對方的感受 才會知道說那這樣子的條件 對方能不能長期的接受 那所以要透過的溝通 我們常說溝通 第一個核心在於聽 第二個核心在於表達 第三個核心 在於彼此間的交流 那而且透過的協調 還有在面對爭議的時候 應該如何來處理 那透過這樣子來建立有型跟無型的勞資關係 那當然有的人可能會覺得說 那什麼叫有型 什麼叫無型的勞資關係呢 其實簡單來說 所有看得到的 可以直接觀測 可以直接觀察的 都叫做有型的勞資關係 那舉例來說 就像我們所需要的機構 比如說工會 或者是我們的調節委員會 這是第一個 我們可以明確地看得到的 第二個圖有真相 我們寫下來的任何相關的書面的文件 那比如說像法規 像契約 或者是相關的會議紀錄 這是看得到的 那第二個呢 我們看不到 不容易直接用肉眼來家裡觀察的 那比如說呢 可能勞資雙方 我怎麼知道你在想什麼 我怎麼知道老闆怎麼看我 或者在座各位 你都得高望重 你站在一個主管的角度 當然是你真的瞭解你的員工嗎 他的喜怒哀樂 他面帶微笑 真的代表他心中沒怨恨嗎 或者是他嘴角下降 真的代表他不開心嗎 所以他內心沉疾當中 他的認知跟情感 我們不容易直接從肉眼去看得到 那還有就是我們對彼此間相對的默契 什麼叫做默契 你應該負什麼樣的責任 你享受什麼樣的權利 那所謂的默契是你不用說我都知道 那我不用講你也瞭解 這是彼此間相對的默契橋樑 那接著我們就來看待 很多時候勞資關係究竟好不好 那他有很多的層面去切入 那這個時候呢 如果我們來看待勞資關係的金牌五五將 就是他五大氛圍的要素 包含什麼呢 第一個和諧 那什麼叫和諧呢 就是彼此間互助合作 還有你相對的互信 你信不信任 那還有就是你願意不願意 五條件去協助對方 那第二個就是所謂的開放 那什麼叫開放呢 就是你今天持有的資訊 你的訊息交流的程度 那第三個當然可能難免 有的時候會有敵視 會有敵對 因為總是會覺得說 這個時候我多做一點 是我付出多一點 你得到多一點 那這個時候 你給我的薪水多一點 那可能對你來講 成本負擔高了一點 那所以很多時候 有一些組織當中 那難免會存在著 也許對對方不是那麼喜歡 或站在一個相對對面 但是我們只能這麼說 很多時候 當這份工作 是你覺得 你可以長期永續發展的 那這個時候 要找到彼此間 不要是疊對疊的效果 而是要如何創造 一加一大於二 大於十一的效果 那第四個 就是所謂的冷漠 那什麼叫冷漠 你在乎對方的關係嗎 很多時候我們會發現 為什麼有些企業 他被票選是幸福企業 那有些企業被票選是雪漢工廠 那有些員工 他可能會覺得 我非常在意 我為我整個組織來努力 我來打拚 我非常有榮耀感 但是對有些員工來講 他可能覺得說 你不用跟我講那麼多 那我只要我一步一腳印 我得到的結果 所以對彼此間的關係 那究竟是重視呢 還是不重視呢 是親呼呢 還是他本身就是相對的 可能會比較熟悉 他的程度上的差別 他另外還有所謂的急死 那什麼叫急死 問題發生在哪裡 各位想想看 如果哪怕我們今天 也許不小心受傷了 該不該立即就醫 那延誤就醫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也許有的人覺得說 小傷口讓他自然的痊癒 也許也是一個方案 但是如果是一個不小的傷口呢 那這個時候 有的時候 如果延誤就醫了 產生問題可能會很大 還有另外一個 當你今天對對方 有不開心的時候 你會不會直接表達 或者透過什麼樣的方式 立即的讓對方 得到一些訊息 那如果不會 你把他埋藏在你的心裡面 你覺得以何為貴 但是心中會不會難免 有一些芥蒂 所以遇到了一些 勞資爭議的問題 能不能及時的處理 那所以呢 很多時候很多的企業 都會來強調 要建立良好的勞資關係 為什麼 因為呢 首先第一個 良好的勞資關係 我知道我為誰辛苦 為誰忙 而且我知道 我的老闆 站在我這邊 那這個時候 當然對於績效會比較好 那對於士氣 對於紀律 還有建立所謂的向心力 會比較好 那重點在於說 對很多企業 他不是只有一時的經營 他是永續發展 那所以我們常說 那這個時候企業在產業當中 人在江湖走 那基本上 他的風評就要有 所以他建立是他的傷癒的問題 那所以很多時候 我們都知道勞資關係要好 但是有沒有一些藥方 有沒有一些解方 有沒有一些常見的 有效的管理方案呢 那舉例來說 當然第一個 一定要確保公平的對待 我們今天不管是對任何人 那些公平 公正 公開 那是很多人可以接受的基本準則 另外第二個 一定要抵制職場霸凌 那職場霸凌是什麼樣的概念呢 那當然他有兩個前提 第一個呢 是站在對方的角度 接受方會不會覺得不舒服 如果會 基本上那個都叫做霸凌 那另外第二個 即使對方不會覺得不舒服 也不能說他不是霸凌 舉個例子來說 小時候因為我家裡 我家裡 我是我家裡的老妖 那我欺負哥哥 欺負姐姐 他們都覺得沒關係 是自己的弟弟 不需要太計較 所以當我欺負他們 我拿他們的玩具 我吃他們的零食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 爸爸媽媽媽再告訴我說 不可以這樣對哥哥姐姐 但是我可以很理直氣壯說 他們又不會怎樣 但是天知道長大之後 就發現自己真不對 對自己的哥哥姐姐 真的還需要再 還需要再改善一點 那以後要對他們更好一點 另外第二個 有些時候當時的一瞬間 想法會覺得不舒服 長大之後 也許會有不同的觀點 舉個例子來說 我們到現在都已經是老朋友了 那各位都知道 我的名字叫鄭正鋒 那小時候很多 有些朋友 他會拿我的名字開玩笑 那甚至我們以前來自於農村 有一首歌叫 《准准風吹鬼來》 對吧 鄭正鋒吹過來 那所以很多的朋友 他們會經常在我面前 喝那首歌 那我一聽 就會覺得不舒服 但等到我長大之後 我再自我介紹 那建立了很多人認識 鄭正鋒的房貸祭祀 我就告訴他們說 那鄭正鋒永遠是會吹過來的 那長大之後 我發現這個對我來講 不會有這麼負面的 但是在我的當時的時刻裡面 我確實會有一點點 不是那麼開心 那另外我們當然要建立溝通的管道 那建立溝通的管道 你可以怎麼做呢 有的人他會有主管信箱 有的人他可能會透過了辦一些座談會 或一些訪談或一些面談 就見面三分情 那另外也要設計員工的肯定方案 那什麼樣肯定方案呢 有一些表揚大會 你做得好 要讓大家知道 有的人覺得說 我不在乎獎金有多少 但是我在乎那一張獎狀 我在乎在眾人面前 得到了一份應該有的尊重 那或者說有的時候辦一些感恩茶會 所以很多時候你會發現 歲末年中 那為什麼在座各位 你身為主管 那你可能會請你的部署 吃個飯 聊個天 喝杯咖啡 那另外也會使用員工參與的方案 那什麼叫員工參與方案呢 我們要知道為誰辛苦 為誰忙 就大家一起當老闆 大家一起當主持爺 那所以呢鼓勵員工入股 成為股東 讓大家一起來賺錢 那接著我們就來探討 很多時候勞資雙方 是不是有勞動者的問題 還有資方的問題呢 當然不只 我們常說還要加上政府的力量 才能夠達到三國鼎立的效果 那所以勞資政要共同來努力 那政府可以做些什麼呢 那世界各國普遍都會透過法律 來保障 勞動者保障資方 那舉例來說 我國的勞動部他依據 處務規程的第五條 他就成立了勞動關係司 他裡面的執掌範圍有很多 包含了公會的組織 團體的協約等等 另外其實我們也知道說合作是為了走更遠 團結是為了要力量大 如果眾人一條心 黃土也能點成金 那所以呢 你靠一個人要踏平整個草地上的 那個小草都有點難 但是如果一群人 我們集眾人之地 我們就可以走出了 踏出了我們的陽關道 所以團隊團結合作呢 他主要的力量就是讓即使我們不是 就是很厲害的人 那我們只是一般的平凡人 都讓我們有機會 可以開創出不凡成果 那這個就是來自於團結的力量 那所以我們透過了整個團結 那在勞動者的角度 他就有一個機構 那個叫做公會 那公會他有很多的意義 那多數我們普遍能夠接受的 就是依據相關的法規 就是像以公會法 他所建立而得的團體的組織 他這個好處在哪裡 因為有的時候 你一個人跟老闆來請託 可能力量有限 但如果用公會力量 可能就不一樣囉 那所以他可能可以有效的改善 員工的地位 薪酬跟工作條件 所以公會他基本上 他強調的第一個法律 是保障人性的最後一道防線 我們都知道很多的企業也許都會主動的關懷員工 但是一旦出了問題 誰要出來主持公道呢 那當然公會這個時候就要站出來了 所以他的立法精神 就是要促進員工的團結 改善員工的地位 還有提升生活的部分 那公會法他所規範的條文有很多 各位如果有興趣 你如果有空的話 你可以上網瀏覽一下 我們公會法規裡面保障員工的他相關的一些條款 那舉例來說 在第二條裡面 他就提到了 那公會基本上他也具備了法人的身份 那法人身份 其實他就是可以執行多數像我們自然人所應該要執行的權利義務 還有他相對的擁有財產的權利 那另外當然在他的第四條也有規範 所有的員工他都有權利可以加入工會 但並不是所有人都要加入 所以在座各位你可以自己去思考 你需不需要加入這個工會 那加入這個工會對你能夠帶來什麼樣的好處 而且你要肩負什麼樣的責任 那另外公會究竟扮演的角色 他的任務是什麼呢 那在第五條也有明確的規範 那第六條也有規範工會的組織類型 包含了企業的工會 還有產業的工會 還有職業的工會 那接著我們就來思考 很多時候我們都會來了解一件事情 我這麼做對我自己有什麼樣的好處 所以在座各位也一樣 你選擇了出國旅遊 那對你的好處在哪裡 你選擇了加班 那對你的好處在哪裡 你選擇了跳槽 對你的好處在哪裡 我們都會來思考 這麼做對自己的好處是什麼 我們加入工會有什麼樣的優勢呢 那舉例來說 第一個他可以有效的提升 老師溝通的效果 因為我來講 老闆可能不一定會理我 因為我只是個小蝦米 那今天如果是工會的力量站出來 那這個時候 老闆可能就要準備好咖啡了 對吧 那另外第二個 他能夠強化職場的民主 用大家多數決 大家說得算 另外第三個他可以有效的提高督導的品質 那第四個可以達到所謂的經驗分享 經驗傳承的效果 那並且可以有效的改善 我們薪資酬勞 還有工作條件的部分 那另外他可以爭取公平的福利跟保障 讓我們知道說 其實有的時候 我們所得到的 比我們想像中的還要多一點 那重點就在於說 避免受到不必要的剝削 我相信多數的企業都不會 但是乘起而時 我們也看過 所謂的血汗工廠排行榜 他們究竟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他們剝削了員工 他們的相關的權利 那對有些員工來講 沒錯啊 我覺得好像這樣子對我已經不錯了 但是他們的權利睡著了 那這個時候加入工會 就可以讓我們的權利醒過來 那接著在有的時候 勞資關係過程裡面 難免會經歷的所謂的談判 那談判的程序 其實有的人常說 談判是不是吵架 是不是寸步不讓 當然不是 談判基本上 它是一種對話跟溝通的藝術 那所以要如何在彼此間 讓彼此間都能夠了解 對方的一些想法 看到對方的痛處 那並且退一步海闊天空 要如何達到所謂的多數決 所謂的共識決 那所謂的也許不是你很滿意 但是至少我們可以接受的一個結果 那所以多數的談判 其實能不能成功 都在談判前就決定了 因為很多時候 我們會發現你第一個 你一定要做好充分的準備 那而且要能夠表達各自的需求 而且要能夠充分表達 因為很多時候你會發現很多人 他也許有需求 但是你真的講得出來嗎 那另外第二個 有的人個性 可能溫良公減讓 明明你希望是A 但是你會當對方 問你要什麼的時候 你會跟他說 可能就是B 或者都可以 或者以對方作出發點 各位想想看 乘起何時 有沒有遇到一種狀態 當你要找你的同事一起吃晚餐 吃午餐 一起到外面餐廳去用餐 那問他說 你想要吃什麼 他跟你講說都可以 那這個時候 你跟他講說 那我們去吃披薩好了 他告訴你說 不行 熱量太高 那你接下來就問他說 那你究竟想吃什麼 他說看 看你喜歡吃什麼 那這個時候 你跟他講說 好吧 那我們去吃日式料理好了 他說不行 那個怎麼樣 怎麼樣又怎麼樣 但他內心講什麼 他為什麼不直接講出來呢 那另外呢 很多時候我們都需要 我們要來調整我們的需求 因為你要的東西 各位想想看 我們從以前到現在 我們要的東西會不一樣 那很多時候 我們追求完美進入苛求 但是我們的需求 會不會做一些修正 做一些改變呢 那就像很多人的夢想 很多人的志願 會隨著年紀而轉變 那並且很多時候 要進行所謂的分組的討論 那你這個時候 調整的需求之後 再來協調 這個能不能接受 那並且各小組回去之後呢 跟他們所代表的單位 來進行揮報 那最後呢 當然就要達成協議 那達成協議之後 還要簽署相關的一些文件 因為很多時候 也許經過了討論之後 我答應你了 但是請問在座各位 第一個會不會忘記 第二個你答應過的事情 一定做得到嗎 那第三個白紙黑字寫下來 這樣子讓彼此間都有所依據 所以我們在談判過程裡面 有沒有哪一些特定的指導原則呢 我們首先來看第一個 一定要聚焦在既定的談判的項目 不要扯太多 就是我們其他都是野花 我們只要聚焦在我們今天要談判的一些加花 這樣就可以了 那另外第二個 要能夠具體的提供相關的一些資訊 你在想什麼 或者說你針對這個議題 那你的看法是什麼 那另外第三個 一定要避免拖延戰術 因為有些時候 有的人他可能會覺得說 快很準解決問題 但是有的人呢 他可能會覺得慢慢講 會比較快 但是有的時候 一旦進入了拖延戰術之後呢 大家都累了 那可能產生出來的效果 也許不會太好 那另外程如我們剛剛跟各位提到了 你一定要具體的說明 我們真正的需求是什麼 那並且有的時候適度的讓步 我們聽過長輩的智慧告訴我們 退步海闊天空 因為有的時候讓步才能夠更進步 讓步不是退卻 不是膽怯 讓步是一種對自己 對別人的一份尊重 那還有呢 就是要避免不必要的一些附帶條件 你不要有很多的脫油品的一些方案 那還有呢 達成了決議 你不能偏偏偏就改變條件 一定要雙方都能夠達成共識 那另外呢 我們在保障員工權力 有沒有其他的一些相關的法源呢 當然有 那這個都是我們的權力 不要讓我們權力睡著了 像比如說團體協約法 還有勞資爭議的處理法 那通常很多時候我們都會發現說 在針對員工的工作過程裡面 沒錯 你要保障他的權力 你要保障他的工作條件 但是一個最基本的 要追求安全保障健康 所以我們進入到另外一個議題 就是員工安全的議題 那安全呢 我們常說任何東西都在清理法的相關規範 所以要確保員工可以在安全的環境當中 他這樣子來進行工作 付出勞力 付出心力 那才能夠有效的彰顯 他的相對的價值 所以各個國家普遍 他都會制定相關的法律 來保障員工的安全 還有規劃組織 應該善盡的一些責任 那舉例來說 我國就所謂的職業安全的衛生法 他立法精神 第一個一定要避免 不必要的職業災害 那另外第二個要保障員工的身家財產安全 就是他的安全跟健康的部分 那究竟什麼叫職業災害呢 簡單來說 就是在我們工作的場合當中 那可能產生出來任何的疾病 還有傷害 還有失能跟死亡的部分 這個在職業安全衛生法的第二條 就有規範了 那什麼叫做必要的措施呢 必要的安全措施呢 那這個在第五條跟第六條 也都有相關的規範 他要保障在雇主在合理的可行的範圍當中 要如何確保產生了一些預防的一些設備 確保員工的安全 那另外呢 我們的三十二條 也有針對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那雇主該做些什麼樣的事情 應該提供什麼樣的教育訓練 那另外呢 我們為什麼會產生職業災害 很多時候是業主或雇主 或組織自己的問題 有時候可能是員工的問題 那有一些可能是上天的問題 比如說來自於天災 像遇到了地震 遇到了土石流 遇到了颱風 那可能會產生一些問題 那另外呢 可能來自於組織本身所產生的 就是不安全的環境 他可能因為有瑕疵的設備 那或者說可能管理不佳 那另外呢 可能來自於員工 我自己可能操作不當 那或者是有心事 或者是我的工作時間太長 那勞心勞力的時候恍神了 產生了一些問題 那所以他的預防之道是什麼呢 那首先針對天災的部分 那天災的部分 雖然沒有人可以預測 老天爺心裡在想什麼 沒有人可以知道 明天會怎樣 但是我們可以有一些防震 防災 防火的一些材質 那這個可以有事先預防 那另外呢 當然還有來自於環境 那針對環境的部分呢 我們當然就要改善我們的防護措施 而且要定期的檢查 而且要持續的修正 因為預防永遠勝於治療 那另外第三針對員工面呢 為了要降低他的行為 所產生出來的 那這個時候 可能要透過一些申選 透過一些交易訓練 透過一些激勵等等 那並且我們在建構健全組織 他的職業安全 就是他的安全訓練計畫 有沒有哪一些可行的 章程可行的步驟呢 那首先第一個要先瞭解概況 那另外第二個要先知道員工 他本身的知識跟技能 第三個要能夠發展可行的方案 就是他的選項 那接下來我們來進行評估 並且選擇還有執行 並且瞭解成效跟回饋的部分 那另外呢 我們針對另外一個議題 就是員工的健康 因為犧牲健康所換取的財富 不算是真正的財富 很多時候我們會發現 很多人你可能身家幾個億 身家好幾個億 那健康只是其中之一 那這個一是哪一個一呢 你一後面不管幾個零 這是最左邊最前面的那一個一 當這個健康不見了 你有八個零 九個零 那最終財富都會變成是零 那推動職場健康 有很多可行方案 舉例來說可以公開的承諾 並且成立專責的單位 那還有要瞭解法律的規範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會發現說 我們需要適當的員工 來創造組織的競爭力 那員工也需要適當的組織 才能夠讓他發揮他的天賦 以上呢 就是我們今天跟各位分享的內容 希望你會喜歡 我們下次見 謝謝各位